董老师好 在这儿来 大家好 我是杨国栋 我今天是12岁 公司倒闭以后 怎么迈过这个艰难的 倒闭以后呢 我就回到上海了 从一开始 对 那时候就我们租房子住嘛 很苦啊 我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情 就是夏天的时候 完了上了一天班 回家了从冰箱里面 想拿个冰棒 结果是一兜水 就是冰箱 我治老人 冰箱都是坏的 那个时候 幼儿园工资 大概就是一千六 一千七百块钱的样子 下了班之后 就上家教 然后就做那个 小施工啊什么的 她干嘛呢 她就也去 给别人公司里面 去开车 孩子呢 我婆婆腿骨折了 带不了孩子了 就不行了 在老家 把孩子也带过来了 我婆婆带着 我儿子 然后我们两个人 就挤在那个小房间里面 一毕业又结婚又当妈 然后去了上海 开始过苦日子 好 是吧 这个在上海熬了 多少年 开始慢慢好转 我们 第一年的时候 买的房子 在上海 对 他开车 你当幼儿园老师 一个月一千多块钱 哪来的钱买房 所以后来他自己就 重回江湖了 他做什么 做工程 做工程的 然后后来我们就赚到了 第一笔钱 我就13年的时候 我就想自己 做点什么事情 因为我之前 幼儿园出来了之后 有一段时间 就在别人琴行里面 教小孩弹钢琴这样的 然后我跟我老公说 我说我也想开个琴行 然后我老公二话不说 马上就到门口弄了个店面 一百多平 现在呢 我现在开了三家店了 然后有学生 有一千多个学生 后来我就生了儿子 然后我就看着孩子们 就白天特别累 然后晚上回家看着 孩子都围着我转 特别幸福 来 我们掌声邮行一下 来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李超的爸爸 那是岳母吧 我是李超的妈妈 我是来自三栋落林 这个女婿怎么样 这个女婿非常优秀 当时呢 没有认识的时候啊 感觉的岁数大一点 孩子怎么选择了 这么一个女婿 结果认识了以后 感觉非常好 孩子选择的这个路 是对的 我们这样 我们把这俩大的留下来 那俩请岳父和岳母啊 下去伺候着她们 好的 谢谢 谢谢 来 你介绍一下自己 各位老师好 我叫杨顺瑶 今年17岁 大家好 我叫杨顺涵 我今年8岁 这样采访一下 为什么两岁的时候 一看她第一眼就叫她妈 因为她整个人就是 她对我特别好 就像秦婶妈妈一样 这妈妈比你大17岁 就是你们俩走在街上吧 或者出去吃饭之类的 别人会觉得你们是母子吧 特别像姐弟 可能感觉上会这样子吧 同学要是知道 就是说我妈妈不是亲生的 她们就可能会来嘲笑我 我不会自卑 因为有这么样一个妈妈 我特别自豪 特别自豪 这么多年在一块 这个感情跟亲生的 又有什么差别呢 你在这个舞台上 有什么话 特别想对你妈妈说的吗 从小到大 你把我带大 你就是我的妈妈 就还记得小时候吧 小时候在广风的时候 我得过一次脑膜炎 那个时候爸爸特别忙 我很难受 他没有太多时间来陪我 我记得很清楚是 你一直陪伴着我 被陪伴过了那个 特别艰难的时候 然后长大以后到小学 已至初中 家长会都是您一个人来开的 在学院上帮助了我很多 让我很感激你 我永远爱你 二三 因为你永远是妈妈的二三 妈妈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你永远是妈妈的 competitive 中文字幕——YK